通懷宮 萬聖隊軍 降臨渡助 優良 老伯 雁人士 議長 王主委 拜託老伯 救生 新人長 將是跟著在 本宮救生的祖節 迎參與內 祖勝天拜 在通懷宮主委李晨諺陪同下 議長童子偉拿著壽香參拜 為祖寺神明關聖帝軍祝壽 也感謝關聖帝軍庇佑百姓負責四方 農曆六月二十四號是帝君子 也就是關聖帝軍聖誕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親自前往中山區 信眾眾多 祖寺神明關聖帝軍的通懷宮參拜祝壽 祈求市政上面的紛紛牢牢趕快結束 讓市政發展回歸正軌 關聖帝軍的聖誕 那之位從小到大 其實從小時候讀書考試到當兵 但不管做任何的大事 其實都會來到通懷宮來拜帝軍 祈求帝軍保佑 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主委 特別來陪我們一起來拜拜 公祝帝軍聖誕前求 那也主委這段時間在我們通懷宮 經營的非常管理團隊 經營的非常好香火鼎盛 那我們也來祈求我們基隆市政的發展 昌隆 那這個國泰民安 那最近這個紛紛牢牢 都可以在這個拜拜 讓我們公共紛牢牢過去 讓市政發展回歸一道正軌 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想政治其實不需要口水 那我們就帶著虔誠的心情 來拜拜祈福 為基隆祈福 也為大家祈福 議長同志委肯定通懷宮在主委 李承諺用心經營下香火鼎盛 也秉持關公仁義愛民的精神 辦理愛心米捐贈弱勢等活動 李承諺也感謝議長 專程來通懷宮為官聖帝軍祝壽 我們每年一度的就是 官聖帝軍那個就是生日 然後我們今天很感謝說 同志委議長大家光臨 我們感謝謝謝所有議會的同仁 謝謝 謝謝 通懷宮大約有70多年的歷史 最早期被稱為牙阿流 因為當時有蝴蝶群道的神蹟 在1964年左右登記為通懷宮 在廟方用心經營官聖帝軍庇佑下 早已經成為當地的信仰中心 以前這個牙子很多來這裡 因為我們燒的以前是鋒羊 牙很多 最後再說給牙阿廟 最後再改這個給我們通懷宮 這樣讓我們當時去陰淳 讓我們通懷宮 然後叫那個山蟻 那個地軍師 住山蟻就對了 通淮公后方山上 也被称为飞凤山公园 从山上俯瞰中山区地景 相当漂亮 庙方非常感谢议长佟 对关圣帝君的崇敬 以及对庙方人员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心 更愿意听取地方民众的心声 为地方尽心尽力 谋福利 记者吴俊松 七龙报导